大家好,我是王狗 在台灣都會有那種老翁走私 結果在山區尋獲的一些新聞 被尋獲的時候通常都是在吃蚯蚓 不然就是莫名的山區 警方去調監視機的時候也會錄到 他們離開的時候 很像是被某種不明的人影給牽走了 就像我們最著名的紅衣小孩就是其中一個案例 反而呢,在今年5月的時候 就發生了一起類似的事件 有一名78歲老夫人 她到山區的公寮餵狗 人就沒有回海 警方跟警校門 30餘人積極的搜索 所有的兩天都沒有找到 第三天的時候,當地的民宿專家建議說 不如來放鞭炮 把那些帽子納趕走 看是不是能夠真的找到老夫人 結果呢,果然 放鞭炮隔不久 老夫人就在瀑布旁邊的石頭上被找到 離奇了世 明明30幾個人都有經過這個地方 卻都沒有看到老夫人 類似的事件 也不止發生一事了 欸?現在這種事情 在2020年進來會發生 好像有一點不可思議 可是我在好奇 會不會是網路媒體又在加油添出了呢? 畢竟人失蹤這種事情 搞不好只是剛好那個老王迷路 被媒體渲染成這樣也說不定 所以呢,我就在上個月裡看到那個新聞的時候 我就打電話給了當地的派出所 結果呢,我問到一些還蠻有趣的答案 我給你們看一下我跟那個警察的對話 差不多在明後天的時候 我想要去女鬼部那裡爬山 可是 我又看到什麼有那個新聞 現在去是危險的嗎? 那...不會 現在應該有沒有想要應該還好 喔...不會有什麼 不會有什麼... 之類的嗎? 欸...這個跟我講 我也沒辦法跟你回答 真的假的?真的會有? 真的...有...會有 蛤?真的假的啊? 蛤?真的假的啊? 欸... 那... 呃...晚上比較會有? 嗯... 那個...我也不太...跟你確定啊 他們的...白天的...白天發生的 好幾年都有 嗯... 秋久會一次啊 蛤? 在魚鬼瀑布附近 就是在那一帶而已啊 就找到的時候他們都... 真的都在吃蟲啊 或是吃蟲蟻 欸...這個沒有 之前沒有 所以媒體不是在亂報欸 不會啦 這個是有那個... 有那個... 他們真的就是放鞭炮 然後就找到人了 放鞭炮啦 是...敲... 也是敲那個... 敲骨那一種的 電視門家就會... 就這樣 人家叫他的時候 喊他的時候 他才會回憶 不能你靠近他 你沒有放鞭炮什麼的 其實在旁邊呢 你也知道不到 經過好幾次都沒有看到人 對對對 真的... 如果見你 看也看不到 你叫他他也沒有辦法 給你回憶 可是你們... 不會調監視器看嗎 沒有監視器可以看 對 他的車沒有辦法經過 現在車沒有辦法經過 喔 車子沒有辦法經過 嗯... 他那個... 橋... 尾橋 他那個封起來了 好啊 謝啦謝啦謝啦 對了沒錯 就是因為這通電話 警察都這樣子跟我說了 而且他也說 歷年來 那麼多人都會失蹤在那裡 放了鞭炮之後才找到的 我就好奇說 那個地方 到底有著什麼樣的魔力 所以這一次 我想看一下 那裡到底有著 什麼樣的東西 對 我不多說 我們就走吧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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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